沒錯 手上的就是我們這一次呢 Rexico與Nissan GT-R所合作的聯名標款 大家對GT-R這輛車子是 好像是一個夢幻的傳說 因為它之前剛開始 生產這輛車的時候 其實它不外銷的 內障復原 差不多好了 我覺得 因為當時候 兩個月了 對啊 兩個月了 對啊 就是輕微的腦震盪 然後 內...就內傷嘛 我上禮拜有一個好朋友 我們一起在上海比賽 然後上海剛好下了一場大雨 結果我朋友陪上了一條腿 哇 我跟你說 賽車運動是一個很危險的運動 但是 我花了這七八年的時間 其實都是不斷地在做準備 然後 不斷地練習 然後不斷地 發生各式各樣的狀況 然後2019年 嗯...目前現在 我把自己設定成是一個 職業賽車手的方向 在前進 當然是希望趕快上去噴香檳 對 然後 好 第一件事情 我覺得我每次比完賽 一場比賽 下來第一個就想做的事情 就是謝謝幕後的團隊 嗯... 因為真的沒有他們 真的沒有 就算有一個再好 再厲害的車手 嗯... 都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完成一場好的比賽 陰影一定會 嗯... 就... 因為那個撞擊很大力 非常非常大力 然後... 其實下車之後 自己心裡面想說 應該是要撞前車的 不應該自己閃他 但是人的反應 看到狗都會閃 更何況 我那時候當下是看到 有一台AMG的賽車在我前面 打痕 然後看著那個駕駛看著我 我看著他 就像我跟攝影大哥 我看著他 看到我 然後... 沒有沒有 第一個動作當然就是先閃開嘛 因為我如果撞到他的話 就是直接從他的駕駛座撞上去 他可能會受更嚴重的傷 但是我的車子可能就比較 比較不會毀損這麼大 因為車子是在動態的 所以車子撞了可能就飛開了 那但是我選擇了閃他 就閃到草地上 結果 因為輪胎都是光頭胎 所以沒有抓地力 直接車子就打滑之後 打滑之後 那個天旋地轉是 真的 我有試著想要控制他 方向盤 油門的控制 然後加上方向盤 但是車子的重心 已經像打陀螺一樣 只能往旁邊噴 結果誰知道 剛好在那個地方 是最沒有緩衝去的地方 所以又撞上最硬的水泥槍 所以車子直接就定竿在槍上 然後好險下來 我人就有輕微的腦震盪 跟內傷 好險手腳沒有斷 他好像有回來的時候 有聽他講 他有看到 不只連他 連我媽是不太會用手機 他沒看 如果我媽看的話 他應該會遇到 因為 我覺得不知道 到底撞車是好事還是壞事 其實我回來也想了很久 但是我覺得撞那一下 至少讓全台人 又看到 姚元浩站上國際舞台 然後在做賽車這個運動 我來看 得到 我來看 我來看 你 跟著 我看 你 我來看